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嘉賓是新在英國的張逸峰老師 我們先說背景,我們認識到很久的時間 其實一直以來都知道你在教育界,在某間國家領導人曾經讀過文校教 但我不知道你原來是在教育署 所以你離開了教育署之後,就直接退休,我們現在就來英國了 其實我們今天想談的主要話題就是根據一些統計 香港在國安法生效之後,離開了香港的老師 好像說起碼有四千多位,這個是很誇張的數字 我不知道那個數字是多了,是負責了還是不測試了 想看看你個人的故事,為什麼你選擇離開 然後想看一個背景,那麼多老師離開了香港,留下學生怎麼辦 離開了一個老師,認識那麼多人,又可不可以找回本來的工作呢 說回你自己的事,為什麼你會離開呢 我曾經在一間名校教過 之前我也有教過其他學校的,也有教過比較地區的學校 其實我私校直資,官校津校也教過 當然我去完那間名校教之後,就進去了教育局 教育機構也做過,叫做Seek Common 然後再去一間比較地區的學校 基本上我在香港的教育界裡面 如果加上大專做Pilter 其實差不多超過20年了 因為之後就一直在中學 那是不是有4000個老師,我想也可能會有 我想如果你加上今年,可能不止 因為我都陸續聽到,有一些本來 不想著這麼快走,或者不想著離開香港的教育界的朋友 他可能會在今年或者明年,會離開 那可能想像中會增加到 因為我是去年暑假來到英國 那都是偽然放棄了香港的教育的 那你也知道,因為你來到英國 因為我就是教通識科的 我早年不是的,早年我又教中文 還有以前有一科叫做中國語文的文化 就是A-level,現在沒有了 那科 但是你通識科,你過來就 你不會有那科通識科 很多老師來到英國其實是不會做原本的工作的 我們先說回你離開的決定 剛才我們說的4000應該是公營、直資 比如說你這一種 是廣義的公共行業 從事教育工作的 但是沒有計算那些私人學校 國際學校等等 那裡又有一批 也有一批 然後拿香港的人數就真的不像 比如我們在英國聽一些組織的分享 只是英國那個國家都已經幾千個老師 但是你最主要決定離開那一刻的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你做了這麼久 所以你差不多年多 就是你這麼久的年資 跟香港的制度 那麼人工都真的不低 令你真的要落定決心要走的東西是什麼呢? 我想最重要就是香港也是變了 就是有根本性的改變 就是我自己教空識科 我也是從事公民教育的工作 就是在學校裡面 就是我看到就是2019年 就是社會運動 反送中 那之後就疫症 其實那個時間我都沒有想著說是離開香港的 就是我覺得都仍然 我覺得在香港做教育是 就是能夠有貢獻的可以做到 我自己在那個教育的那個工作範疇裡面 是門裡通塞 公民教育 我覺得仍然做到事情 但是呢 真真正正真的是去到2020年 就是7月開始的《國安法》 我都不是只有《國安法》條例的 其實是跟著見到發生的事 就是通識科就沒有了 現在其實是怎樣 就是加上就是 我離開了香港之後 連教協都沒有了 就是整個教育 生態 就是香港是變了 那社會的環境都變了 那變了 我都預計到其實 就是有朝一日是 就是教協可能會 就是要結束的 就是比我預計早 其實 那連我本來呢 我是2019年的時候呢 就是沒有發生這個社會運動的時候呢 我就 就是教協推薦我去參加這個教育 就是人員專業職業會 這個是政府認可的 那這個組織都沒有了 這個教育的專業的職業組織 剛剛應該是幾個月前 也不是幾個月前 應該是4月30號的時候 剛剛現在4月30號 結束了 那你見到基本上呢 在香港我覺得 就是我教育的前景 甚至社會的前景 其實都幾暗大 所以變了我就 不如離開香港 就是我覺得都做不到什麼 就算做都很困難 就是我都很尊重 還有很敬佩還留在香港 就是做教育工作的朋友 其實是很艱難 但是我知道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你剛才說是一個大的環境 你覺得譬如說有幾個原因 我相信大環境 社會改變了 你說的 教育本身的挑戰 但是你覺得有幾多老師離開是因為 譬如說自己擔心個人的風險 譬如說我怕上課 被人舉報 又或者要怎樣去迎合新的 我教不了 又可能被人追究 接著未來的社會 可能那些叫藍絲家長 越來越惡 有幾多會擔心一個比較micro的層面 而有幾多是純粹因為整個氣氛 覺得很難受 我想有少許分別 我自己就兩樣都有的 就是大環境是影響了 但是另外就是 都會擔心因為自己教的科目 和自己做的工作 通識和公民教育 坦白說 在現在香港的情況是舉報為奸 其實是困難的 那變了其實我都擔心會不會 就是已經不可以暢所言 就好像以前 所以變了都會擔心 就是會不會是自己的情況 都在香港再繼續 從事這個工作 有沒有風險 所以這個都是一個原因 我相信不只是我 其實有不少的老師 就算他教其他科目 都可能會這麼難 那就是我們又抽離了 因為香港老師的工資很高 其實就算做老師的話 全世界都很常會找你一份工資 即不是只有中學 即是大學的工資 即我們現在很知道大學其他價錢是怎樣 但是你覺得有多少老師留在香港 就是純粹看著一份工資 我真的不相信 但是這樣就沒辦法了 之後他們想怎樣就怎樣 即有多少老師其實 是用這個心態留下來呢 我想有一定數量的 因為我想不只是說 那個人工當然是扣人的 但是我相信更加更加 還有考慮是 還要留在香港的老師 其實他考慮那個家庭 可能他是一個經濟支柱 他可能只有他一個人上班 那如果偽然要放棄香港的工作 即加大勢來到 那其實可能不會有很大的轉變 即變了他都擔心 妹妹的家人適應不了 那這個都會令到 有些老師他不夠膽 走出那個舒適圈 雖然也不太舒適 但是也是覺得踏出這一步 來到香港是有個困難的 我也是理解的 其實現在在香港的校園裡面 還有什麼事情可以做的呢 真是詞文說的 上課講任何事情都可能有舉報 但是以前我們讀書 其實上課也不是怎樣上課 因為我們所謂的名校 但是真正覺得很尷尬的部分 真的有些老師是私底下會 有很多交流 老師學生之間有很多互信 也有很多互相的傳授 這部分才是令到 哪個關係呢 這類的現在是否存在 是否連這些都不敢出現 我想大學老師都經歷了這個情況 因為2019年反送中之後 其實那段時間都開始擔心 擔心會不會一個私生關係 怎樣可以維持得到 但是之後有疫症 當然那幾個月 我剛剛就借調去教育局 我還是回到學校 但是回到學校的時候 那時候發生了 那時候其實我也會感受到 整個學校裡面的氣氛 是那個老師和學生 是多了一些避忌 就是不夠膽 那些所謂的事 我想這個在2019或之前是比較好 甚至推遠一些 可能在2014之前更加好 其實是 看到它逐步收緊了 這個因為社會環境變了 很多的言論是逐步收緊了 令到老師和學生的互動是少了 還有不夠膽說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是 我想上學其實 坦白說 這兩三年其實在香港的情況 就是經常都用一個視頻 其實本身已經是對那個私生關係 是很大的障礙 加上就是 就算你實體也沒有用 其實是 學生和學生之間 老師和學生之間 那方面其實是 比以前的格核是大了 可能是自我審查 或者是害怕 就是 老師會怕和學生熟一點的話 也不知道跟家長說什麼 然後會被人投訴 然後有檢舉 學生會怕老師出賣 慢慢就會變成 沒有了 應該有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這是現在的情況 可以這樣說 其實 是逐步的 我相信 未來更加差 因為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都是去年的暑假 那去年的情況 都已經差了 但是我想還好一點 但是之後 你通識都 不是馬上完全取消的 就是現在是 第四個開始 然後第五個 之後通識都沒有了 其實基本上 它變成另一科 其實一樣 整個 我相信未來幾年的情況 就是我預計到是會 持續惡化 不是持續改善 那留下在香港 特別在學校 其實 怎麼說 那怎麼辦 就是你上課 又講不到任何的真話 下課又沒有持續的關係 其實那個已經不是學校 就是你如果只要看書 那你自修也可以 或者你上網做那些網上的教室都可以 那未來在香港 無論是教書還是讀書 就是有沒有方式可以 bypass 到剛才說的 比較窒息的氣氛呢 還是除了離開之外 已經沒有另一個辦法 我覺得如果真的 在香港 是艱難的 是艱難的 我想是 你說做一些 輔導學生的工作 都還可以 但是 可能要有很多避忌 可能社會時事 盡量不要說 是的 可能只是多說一些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但是都要小心一點 在各方面 是 可能就著就著 那你說是否完全關心不了學生 我想 或者 老師和學生之間的溝通完全沒有 又不會的 我覺得 仍然做到 但是 要小心翼翼 那如果 為什麼我們見到 有很多家長都帶著子女 最多是來英國 因為比較容易 沒有那麼低 其實就是希望 有能力 都說 可以有子女在海外 例如英國這個空間 就是可以搶手去現 就是比較愉快的成長 但是我知道 其實 當然有些可能 基層家庭的人 是很困難的 其實很困難的 那 就 如果 就是不能夠離開 那唯有就是 可能要 就是 自我有些限制 我想這個都無奈 就是在香港都要適應這件事情 我相信 是的 那 而 如果有機會的 我一來到 就是 來了英國 是好的 就是可以搶手去現 我覺得是 就是 更加理想 我覺得 我們想說第二個部分 比如說你來到英國 或者有很多老師來香港 我想這個數量 會繼續出現 就是我們認識的 那些 總數一定是 極多的 而且也保證是 沒有可能每一位都找回保內工作 那你覺得 當香港的老師來香港 有沒有可能再教香港的學生 比如說 網上的班房 或者是 遙距的課程 或者讀一些 香港以外的讀書 其實還有沒有這樣的空間存在 剛剛 Simon 你說到網上的事情 會有的 但是我覺得 實體都有機會 因為 有 部分的老師來到英國 其實他都會找回 教書的工作 而 因為現在 有一些比較熱門的城市 其實 有些學校 就是 我聽你講 其實是 可能一間學校 以前 可能一兩個香港來的學生 現在可能是 十幾個位以上 就是 隨時是 香港以前教開書的 就是 教育界的 同事 就 現在來到英國 他嫁回香港的學生 都會有 我都聽說 其實都做到 其實 最搶手是數學老師 以我理解 沒錯 其實最難 才是 通識老師 因為很難找到全部 一樣的課程 通常是 服供學校做起 我相信 要找 也會有一些開放 但是 有沒有可能可以 服供場內的香港學生 畢竟 離開香港的原因 就覺得很窒息 但其實 你本身 這個業界 也應該有某種目標 有沒有可能 有一個機制 可以繼續服務他們 而不需要在 白色恐怖的氣氛當中 生活 我想 都要看回 還在香港的 學生 或者家長的想法 因為這個問題 譬如我們在英國 我們搶手欲言 相對來說 但是如果你要做 影片課程 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擔心 他跟海外的朋友聯絡 會不會有風險呢 這裏都要考慮 變成這個 我覺得可以做 但是都不容易 因為始終這個問題 有connection 我們在海外 但是在香港的人 就是擔心的 一定會擔心 我覺得 不會有任何 我想大多數人 都會擔心 可能自我設限 自我受限制 自我審查 都不出奇的 是 如果這樣也有問題的話 其實去到最極端的 香港 看一些境外的網站 不要說什麼敏感程度 例如CNN 可能已經是未來香港不容許 如果這樣有一條畫線的話 我認為單向接收 會比較好 因為你現在說 是 可能會做一些教學 教學可能是需要互動 互動和單向看影片 也很不同 如果你說 比如拍一些影片放上網站 比如我們這樣 拍一些影片放上網站 給香港的 下一代的人去看 那當然沒問題 就是碰互動少些 但是如果你說 要做一些影片課程 老師在海外 但是學生在香港 那其實就可能 反過來就是 老師當然不擔心 尤其是不打算回香港 但是可能 在香港 就是 山路上的場外 的學生 可能 他不擔心 他的家長也不擔心 這個不排除 所以你覺得能夠 做到一個最 最盡 就是 在外面做一些教材 或者放上網 或者做一些 展示的課程 他們用自己的方式去看 但是 就算是 人們檢測 如果風險和 在香港看CNN 是沒有分別的 那你是否看CNN 都會抓 這就是 to extend us 就是 我想可以這樣 未來的方向就是 可能相對比較單向 難一點 做一個海外和香港 雙向的互動 是 我想是越來越困難 我想現在或者 都沒有去到這個位 但我希望未來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最後想問回 以你所理解 譬如說 就是 教育局的前同事 現在要執行這套 其實有幾多人是真心相信的 有幾多人叫做做得分工 有幾多人 都依然很努力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之下 都是寸好必爭 盡量令到那份東西 沒有那麼噁心 你怎麼看 因為我離開香港的時候 都在教育局 就是叫做借調過 還有我也留在學校的 我覺得 無論是在局裏面 或者是在前線的老師 其實 我想大部分 他們的想法就是 都是盡做的 希望在現在的環境是艱難的 盡量都 可以留在香港 從事駕駛工作的人 盡量去 在一些限制裏面 找一些方法 可以突破一下 或者盡量都 看看能否怎樣 可以駕駛學生 對 就是 是不是 其實我不排除 可能有些人去做 但是 我身邊的認識 就不是特別去做 不然他們想 但是他們想 可能想多了 很多被人想 就是想到 第一 我覺得很慘 就是 想想自己 如果這樣說 這樣做 會不會有風險呢 但是 很想做 很想支持 很矛盾 我想比較多人 這樣想 有多少人 全心全意 真心擁抱 新的文章 新香港 國民教育 國安教育 有沒有這樣的同事 或者 你以前覺得他們不是這樣的 或者適應新的形勢 或者假裝自己是這樣 有沒有這樣的改變 我身邊沒有假裝這樣 最多就是 不出聲 以前可能會多些說話 現在就 我離開香港之前 就少了說話 就是慢慢做 是會多了 就是在過去 就是我 我看到 過了19年之後 2020 2021 暑假之前 是多了是不出聲的 是 是不出聲 比以前多了很多 當然可能疫症 也不敢說那麼多 也不想社交距離 但是更加多 我相信是因為 擔心自己有風險 其實如果老師 只是對著教科書照讀 其實不需要老師 你找個AI 照讀就可以了 任何更多的都不敢說 平日沒有交換 其實 是不是整個工作 都可以取消 這個角色 如果只是可以這樣的話 我想還沒去到 真的完全照著讀的 我想可能是 基本的東西趕了 但是可能更多時間 是關心學生 可能是情感方面 人際關係那些 以前可能真的會 就是我還在教界 那段很長時間 其實都會 譬如通識科 或者公民教育 我都會講很多 添加的資料 可能是 譬如社會運動 正義參與 我會講多一些 但是 我相信現在 不會 尽量避開 不提 那個範疇 其實這是可悲的 學生後 學少了 學相知 都不 要自己找 但是 不是這麼清楚 就是說 我現在不講 這個叫做六四 我不講這個叫做七一 我不講反送中 就是你可以拜 issue 我六七暴動 也不講 鴉片戰爭 也不講 什麼都好 還可以不評論 但是學生的 情緒困擬 可能是 我有朋友離開香港 移民都不開心 或者我和父母關係不好 又或者是 我見到一些人走 走不了 家裡很窮 最後每一個問題 你再釋下去 你都是回到這個社會的 如果你只關心他們 今天肚不肚餓 吃了飯沒有 那種 那種以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就是很聰明的了 早晨 今天天氣怎樣 有帶傘 下雨 明天打封牙 有人檢測 以後是否就是這樣 人的關係 只可以到這個層次 我又不敢說 去到這麼極端 就是好像 say hi say bye 是這樣的 但是 剛才Simon所說 如果是很in-depth 有些人疑問 自己可能走不了 因為各種理由 可能 如果老師要處理的時候 可能又不敢這麼深入 其實是困難的 這件事 可能又要轉移視線 不說這麼多這些 集中 沒有這麼有效的 我覺得是 但是我相信又 沒有去到 say hi say bye 吃了飯沒有 也沒有去到這麼表面的 但是比以前當然有轉變 因為始終有些人不敢說 自我設限 就算你老師肯說多些 學生都不是這麼想的 都會擔心的 其實 他們都知道 由於中學生 一定知道 由於高中 都會 有所避忌 好 最後問回你 那你就不想回香港了 我覺得 其實 never say never 我覺得 但是 在現在這一刻 我覺得 應該我不回香港的機會 都很大 我也沒有打算 是會再回去 但是 其實世界 是很難料的 因為我想 總結 很多外面的人 都會想香港人 是很功利務實 也都覺得 香港人工去高成這樣 因為其實真的高於英國幾多 就是給老師 那 明知道 在這樣的待遇的前提之下 的機會 都這麼多人 離開 其實都真的非常誇張 這個我想在全世界 以前都很難想像 所以 我想 這裡是一個很大的 人才庫 希望離開了香港的老師 又可以 使用本身的技術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想大家都在想著這一類的方向 其實我也覺得是的 其實我也在思考著究竟 就是 尤其是我 我想 有很多 比我的年資更長的老師 都 謙言放棄了教職 來到這裡 當然有些可能是欺負我 但是 這一批老師其實是一個人才 我想 真的 對於 整個香港教育界 是很大的損失 我覺得 但是 我們偽然去離開香港 其實是一個很艱難的決定 但是 為了就是 像我一樣 在這裡有 一個自由的空間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就是我教通識的 我以前是讀社會科學的 讀政治的 我覺得 在這裡我可以 就是 五月初的時候 我可以走進票集 真正的投票 這個是一個新教的 我也會放在我的IG和Facebook 就是告訴別人 我會去投票的 我仍然去參與 就是我在這裡 我仍然參與 集會 還有我以前 一家學生 是說 你有權利去有人集會的 有限量的自由的 那我 我參與有人集會 就是二月份的時候 我都有放上去 就是自己的社交平台 就是我覺得 這個自由是 就是很可貴的 我覺得有不少 但是 是有代價的 就是 香港人 就是 教師的人工真的是 很高的 但是 就是 我覺得 自由無價 在英國投票 那你就投不到 香港那個 很有特色的 黃色的完善議會 這些都是 人生的經驗來的 就是 我想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選擇 可能有人很喜歡 但是我想 離開了香港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我想 就是個結論 希望 香港的老師 如果頂得順的話 看看 有空間之後 做到什麼 離開了的 我想這個真的很值得 他們仔細思考 有什麼可以 可以做到 香港學生有用的教學方式 如果他們離開了香港 可能也會有用 我也希望 就是 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我覺得 我們今天就先聊到這裡 我們大家保重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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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